第二点,我会讲到圣经的科学性 在几千年之前,人的科学还没有很发达 但当时圣经已经说明现在的科学家所发现的事实 例如在《百记》二十六章七节说 《神将大地圆拐在虚空》 以及《以赛艺书40章22节》说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几千年之前的人,根本以为地是平放 他们想不到地是一个球体,圆拐在虚空 这是近代科学家才发现的事实 但圣经在几千年之前,已经说明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事 就是地是一个球体,圆拐在虚空 第二,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五节 那里,《神同约伯》说一句话 他说,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者里 人对于闪电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 直到在美国立国的时候,库兰克林 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放止妖 闪电的时候,当那些电一击到电线的时候 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电 不过它是非常强力的电 在以前的人,他们对于电是很惧怕的 但是圣经一早已经说明 神跟他说,你能不能够发出闪电 叫他去这个地方,然后告诉别人 听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到在近代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控制到电 并且我们电,很多时候要传递信息 比如手机那样 它是可以传递信息 而人在手机上,最多说的话 除了嗨,你好,问候的说话之外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哪里 我们去到台湾,我们去到哪个地方 你在哪里 这件事是很幽默的 因为神将来的人会说一句说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这句说话 在这里写出来 就说到人可以用电来传递信息 叫那些信息去这个地方 然后告诉别人我们在这里 这件事是非常奇妙 因为在以前的人,几千年之前 根本不会想到闪电可以传递信息 并且传递一句这么特别的说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